但是我是恐怖情人性的 我有一個很精彩的跟蹤故事 怎麼拜好一個 因為我之前也是就是以前很恐怖 國中很恐怖 好啦 三 二 邀訂閱喔 歡迎收看你正午會開房間 小愛來中間 小愛跟我們一起回答就是愛情的問題 對 因為怕剛剛我講的鬼故事不能播 所以我們就再多問一集 而且我們現在都只在裝嗨而已 其實我們就是 氣氛不能凝重 我們太凝重了 因為如果大家沒有看到我那集鬼故事 就代表說這一集的那個仙姑說不能播 對 沒錯沒錯 太恐怖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歡樂一點好不好 對 今天第一題是什麼呢 台中的Chelsea 她說 她就是跟男友一起出去 然後共同消費的時候的發票中了四千塊 然後當時 我的確是有說 喔 發票給你啊 然後但是我要求對分 結果後來男友卻說 發票她不要分 那是不是應該分手 分手啊 只為了四千塊而已 分手啊 我覺得 我覺得這事也完全不需要拿出來查 對啊 真的 我可以再插一個故事進來嗎 來 因為我一個身邊 沒有沒有 我身邊 我身邊有一個好姐妹 發票的 她以為是鬼靈寺 對啊 我剛才都不想說什麼 我身邊有一個好姐妹 她男朋友呢 就是非常的誇張 就是 他們 男朋友在當兵 所以可能賺的錢不夠多 對 可是她男朋友小氣到就是 他們去吃一個高雄有一個 IKEA旁邊有一個很好吃的蔥油餅 那蔥油餅可能30塊 然後她就說 欸我想吃蔥油餅 你有30塊嗎 然後那女朋友就說 那你沒有 你沒有30塊嗎 她說 我有一百塊只是我不想要找開啊 喔這種 我跟她超恨 我超恨別人跟我講這句話 超恨 那種錢貴弄橘 譬如說一個人八 八百五 對 她就是說 說說我就一千 對 什麼 那有啊 世界上有說要零錢可以找 就可以找 對 那她是一千 那她給一千啊 沒有 她們就會 就會用各種理由 就是說身上 就是 沒有 她就會說 我一千 我零費就有三 而且這男朋友一個更誇張的是 她跟他 因為她放假想要 很想要發現嘛 就趕快跟他去汽車旅館 五百塊 你知道男人怎樣嗎 她放了兩百五在櫃檯 喔真的不行 那等那個女的來付幾塊 她就付了兩百五 然後就看 就看她女朋友 那她女朋友咧 她女朋友直接氣 她說我直接當下不想做啊 這很 這可以分手啊 她可以 她如果要對方她可以先付個五百 把我面子讓妳做 對不對 可以可以 這不行耶 那朋友有分手嗎 她說分手啊 她說這個男生 而且那個男生他們家裡還種 種什麼 種龍眼還什麼 她說我跟妳講 我們家這個龍眼 很好吃賣很貴耶 我們家如果有剩我再拿給妳 然後那個女生真的很氣爆 男人小氣真的不行耶 對啊 真的 這是我弟咧 小氣這種是我弟咧 天大的弟咧 我覺得就是態度上 不可以有弄小氣的感覺 對 沒有那態度不能是說 因為聽起來很像什麼施捨給妳的感覺 對啊 對 我有剩在給妳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一個人可以節省 就適當的節省 我覺得 我去誇吧 這是說話的藝術 那KTV我有遇過 我都很好解決他們 怎樣 怎樣 我就拿麥克風說 毛毛毛 一千塊拿出來 喔很好 然後大家就會看到 他們會嗎 他會拿嗎 因為他終於大家就是看到 對阿 他那時候就會裝大放 當然有阿 來來來來 很棒 很棒 不然就找錢包子很久 我回去再匯給妳 這怎麼不行 我跟你講 很多人會說我等一下再轉給我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當場 立刻馬上兩個人 就下載 接口支付 對 現在 對 現在 私下講他們就說 等一下 回去再點啦 你講的時候 好全部都先 哥先咖 我們等他會完錢 我們再開始 好尷尬 而且他們拖到最後 反而還是妳自己感覺 誒是我在吹錢嗎 對阿 他剛剛要的發白 這很煩阿 所以大家應該要看一下臉色 把錢就直接拿出來了吧 好讓這世界上是太多人不會看臉色 對 對 就不打算這樣子 下一題 高雄CC 他說他從小養了一隻馬爾吉斯 叫COCA 馬爾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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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陪他一起北上工作 感情非常好 有一個交往三年的男朋友 就是非常愛我 然後他常常會跟狗 就是吃醋或生氣 然後他一直不以為意 直到有一次跟男友吵架 吵完架 就吵完架以後隔天就發現 欸COCA怎麼不見了 然後他發狂似的找找不到 然後男友工作回家以後問他說 你有看到COCA嗎 他就說 因為你好像在乎那隻狗 比在乎我還要多 所以我把他丟了 蛤 天啊 看不合理了吧 我覺得這對我們才比較好 這個要報警吧 他說他該怎麼辦 那狗先找回來啊 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 他把他丟到某個地方 我會報分 先去一起找狗 這男的一定是天蠍座 那男的一定沒有找 天蠍座怎麼這麼恐怖 對天蠍座才會這樣子吧 你沒有碰過可怕的這種 恐怖情人 我沒有碰過丟別人 丟狗的真的是 丟狗他也是 我看這就是要消爆發音就要出來了 怎樣 下廣告戰就 你一定要發瘋 你一定要演發瘋 你一定要演發瘋 他就說寶貝 你把我狗找回來 他會瘋到 他會逼他 對你要逼他 他就會帶你去他丟的地方 你們從那個區塊開始找比較快 現在找回來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是他先離開這男朋友最重要耶 因為他感覺會嚴身 他會說 你看你就是 在乎那個狗比三火多啊 他就是那種 愛不到他就要毀掉的那種 沒有可是如果你離開他 你狗真的一輩子找不回來 對啊 還是先 你要先演兩狗 你沒有真兩狗 演兩狗 就說你趕快帶他去找幫你吧 我就要低聲下氣 我就越下氣 然後找到狗 找到狗 找到狗之後再 對 然後再慢慢離開 對 因為你現在撩狗 你現在撩狗就是代表是你在乎的啊 他要就不是要的 我是撩狗派 我會撩狗 然後加上說 那以後如果有小朋友 你也是一樣丟掉嗎 你還可以想到以後 沒有我覺得這個難的 因為這個難的一定是希望 他跟你有以後 沒有你低聲下氣 他是絕對不可能會扳你下來的 欸你們沒有碰過這種狗人嗎 你就丟跑嗎 沒有 我之前朋友有碰過一個是 因為貓不是會亂跑嗎 對 就故意把門打開讓貓跑走 為什麼要這樣 他也是一樣 他也是一樣是說 我太愛你了 但你一直顧貓 你就不配我玩 他我會真的發瘋 這很值得發瘋 很可怕 很可怕 我跟小朋友這時候就要拿出來 但可能找回來就是要分了 對找回來就是 但爺爺該分 必分 可是要分得很小心 我覺得就好好的消失在他人生中 跟你狗就找不回來 沒有一定很速先把狗找回來 對 但是我覺得我都是低聲下氣的找找找找 然後再慢慢的離開他的生活 可是他不告訴你他丟到哪裡啊 對啊會不會 他要低聲下氣啊 對啊 他才不會給你 沒有先低聲下氣 你低下他會覺得說 我丟狗 你這樣子 那我其實還行 你懂嗎 沒有那我會說 會啊 會不會你問我低聲下氣 然後他反而還說 所以你也很在乎狗嗎 你寧願低聲下氣 你看沒有狗 你就是 那你就說那狗找回來 我們送給別人 我至少知道誰在照顧他 但我也不要了 如果用這個論點還可以 就說我們一直送養 這樣丟掉 然後離開他再去把狗接回家 他說那就不用啦 你要送別人 那我們就讓他再去 那如果這女的還是很愛這男朋友 那怎麼辦 對 那就是活該啊 就去死啊 那狗子是第一步 第二步可是你的家人 對啊 那你們有碰過這麼愛你的另外一半嗎 就是類似這種愛這麼強 所以也太有趣了吧 但是我是恐怖情人性的 真的嗎 因為有 之前有一個就是 就是很喜歡一個男生 然後那男生也是會讓我 抱著他睡覺什麼之類的 可是那男生就愛面子 就是會跟他朋友 在他面前就是不喜歡我什麼之類的 他可能也不喜歡我 但是就是我一次就聽到 他們朋友在外面在客廳 在聊 因為我在房間 我已經在房間等他睡覺了 然後他跟他朋友 他朋友在拱他進來睡 他就說不要 誰要跟他睡 他就被我聽到 然後我就把他的枕頭跟棉被 我們那時候坐二樓 對我就把他往外面丟 對你就丟到窗外 會不會害他要找一些要搞的人 對 我可能不會 但是我就是有丟棉被跟枕頭 我說那都要都不要睡 那後來呢 他就下去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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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很精彩的跟蹤 故事欸 怎麼辦 沒有我之前也是就是 以前很恐怖 國中 這個真的是超糗的 就是國中補習的時候 就是喜歡一個男生 然後因為就是一直想要跟 就是我懷疑他到底有沒有喜歡的人 會不會就下課騎腳踏車去約會 所以呢每次他只要騎腳踏車走 我就跟著他的腳踏車 然後跟著很遠 想說看他有沒有去偷偷跟別人約會 就有一次呢就是 就跟跟跟跟跟 跟到他一個地方 剛好 就是 回頭 我就趕快躲進去 然後我躲進去的時候呢 結果另外一個人跟著我躲進來 結果我發現 你一個也是要跟著他的 我發現是他媽媽 啊 就是我跟他媽媽都在跟蹤他 哈哈哈哈 然後他媽媽發現 愛好愛好 我媽媽說 你怎麼在這裡 我還被他媽媽發現我在跟蹤他兒子 那怎麼辦 我就說沒有啊 剛好有東西掉了 哈哈哈哈 那阿姨為什麼要跟蹤我兒子 因為他媽媽就是 兒子管很嚴的 就 他 補習相要被兩個人跟蹤了 超糗的 阿姨好阿姨好 好的今天謝謝小愛 來跟我們分享這個 戀愛的經驗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